來自星際的事之星際怪談 談 在許多故事裡面 都有一個恐怖的婆婆 像香港就有龍婆 那台灣就有虎姑婆 彷彿他們那個皺紋裡面 都藏著一些耐人尋味的恐怖故事 今天我們要談鬼婆婆出家了 馬上有請 神隱少林裡面的湯婆婆的員工 怪談白龍 真奇怪 真奇怪 心奇怪彈給你每次馬滿的奇怪 皆さん 恐怕我 我是我白龍ですか 大人不在家 小朋友千萬不能亂開門 萬一登門拜訪的是吃人貓婆 你的小蜜就不保囉 當保母要小心 小孩的童年童女不是開玩笑的 長脯子的婆婆不是她幻想出來的人物 而是會鎖匿的怨鬼 台灣虎姑婆會咬人的手指頭 日本鬼婆會把你開堂頗度 臨時之急 在聽恐怖故事之前 先來首應景的歌曲 放手一下 先請老師 音樂 好久好久好久這一切 是媽媽告訴我 好幸好生的夜裡 會有虎姑婆 愛哭你還... 還得超完老虎 你怎麼會... 我還有...我還要撒花 這樣... 頭喔 頭上都是 是... 剛剛弄了兩個小時耶 還咋 因為被撒完了 不是 你不是去休假回來嗎 對啊 休假會變笨 好 馬上來談鬼婆婆 在山上有一個婆婆 她叫做鬼異殺貓婆 如果你亂跑 杜留她就慘了 這個真的很古怪 這個是阿智這一生 永生難忘的事情 阿智那個那一年十歲 那爸媽平常工作很忙 所以就把她送到 外公外婆那邊 那個年代常常這樣 小孩放暑假就送到 外公外婆那邊去 隔代教養 對 那外公外婆住在這個山上 那平常也是務農為生 那這個外公外婆家裡面 就住了一個阿智 還有阿智自己的表弟 也是被送來的 是 那這一天外公外婆就去果園 去工作去了 然後這個阿智就跟這個表弟 就說我們附近逛逛好了 那個山上越爬越高 越爬越高 然後走到山裡面的深處 就發現一間小佛堂 佛堂 小孩子覺得像佛堂 那其實可能就是 一間小廟這樣子 然後進去裡面 東章希望 赫然發現那個神像好怪 那個神像的頭是什麼 是狐狸的頭 狐仙 那下半身是人生 等於是狐面人生這樣子 然後小孩子呢 雖然不是很懂事 可是看這樣子的神像 也會覺得怪怪的 對 那正在覺得奇怪的時候 身後傳來聲響 轉頭一看 是一個老太婆 布滿皺紋 然後頭髮是花白的 然後身上穿那個 褪色的那個碎花布 最可怕的是呢 那個野貓還滋滋叫 滋滋叫這樣子 然後你看我看你的時候 這個阿婆突然冷冷的說 提起那隻貓嘛 那貓還是掙扎 對著小孩說 那吃完就自己笑起來了 就笑起來了 那這兩個小孩 你看我看你 死了個眼色 跑 就要跑 那阿字就一個 漸步衝不去嘛 但是這個表弟 那個年紀比較小 差他兩歲 完了 就被這個阿婆 然後阿姿想說不行啊 那這個表弟 可能會落入虎口啊 所以阿姿趕快就過來幫忙 把那個手幫開 然後這時候野貓 因為也在掙扎嘛 那個野貓就抓 抓那個 抓他那個表弟 就抓... 然後這個阿嬤呢 就只好鬆手 一鬆手以後呢 兩個小孩子 沒命的狂奔 然後跑了...奇怪 他怎麼沒有 傳來追的腳步聲 是 然後轉頭一看 那個阿婆遠遠的在廟口 那右手不是抓那隻貓嗎 左手呢 抄起一把那個 山上那種砍竹子的竹刀 柴刀 柴刀 然後就在小孩子的面前呢 生吃野貓 然後阿婆 就這樣吃 然後再喝那個野貓的血 那小孩子整個看呆了 那經絕不對 再這樣看下去還得了 又跑 那這回就沒辦法了 阿婆就追了 那一路跑 然後阿婆一路追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那個小孩喔 不管怎麼回頭 就覺得阿婆就讓他身後 對 好不容易跑到那個 他們那個住的地方 那個聚落 其實那個聚落 大概也沒有超過五戶人家 大概就四戶這樣子 跑到那個 然後腳步聲才不見 可能那個阿婆也擔心說 因為已經跑到有人的地方了嘛 四五間房子的這個村落呢 也都沒人 因為人家都去工作去了 所以那小孩子就想說 沒有腳步聲安全了 抬頭一看 那個不遠處的那個 高起來的山坡處 那小孩當然趕快就進了房子裡面了嘛 那個是一個 類似像這個三合院的這個屋子 那外面會有圍牆 圍牆的門關起來 然後進到屋子裡面 然後每個門都關起來 然後那個窗戶也鎖起來這樣子 就這樣窩著窩著 那阿公阿嬤也沒回來 到了晚上呢 颱風就來了 然後兩個小孩嚇死了 還在那邊抱在一起 然後吃泡麵這樣子 等阿公阿嬤回來 阿公阿嬤一直不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是住山上嘛 所以那個路也壞掉了 到了晚上九點的時候呢 無預警的一片漆黑停電了 雪上加霜 這個越來越恐怖 對 越來越恐怖 然後呢 一停電 然後停電差不多半個多鐘頭 接著呢 聽到圍牆的門啊 好像有人要推門的聲音 這個最恐怖了 但是他們第一個念頭 以為是外公外婆回來的 他那個小表弟還說 說表哥 未來我們安全了 走到門前的時候呢 阿智驚覺不對 一想起白天這個可怕事情 且慢 不對喔 阿公阿嬤他們自己有鑰匙啊 幹嘛在那邊推... 然後透過那個門縫 那門還在晃動嘛 透過那個門縫一看 那剛剛是誰在推 然後正在浮移的時候 頭一撇 就是窗戶嘛 窗戶外面露出一顆人頭 就是那個阿婆 那個阿婆又出現了 然後又瞪著他們 那他們當然嘛 在檢查一下窗戶有沒有關緊嘛 那一直推 那好在他們白天回來的時候 又把窗戶關起來 那阿婆又不見了 過一段時間以後呢 又傳來他們家後門 就是靠廚房那個位置 又有人在推門了 就是要進來就對了 就是要進來 他們趕到後門去 又生發那個 因為鄉下那種門 就兩片門板而已嘛 其實那個 那個稍微有利器的人喔 那個手一推腳一拽搞不好 就開了 所以兩個人還擋在門那邊 不讓他那個把門翻開這樣子 然後就 那兩個小孩就哭啊鬧啊 然後那個阿婆還繼續講話喔 你們兩個幫我比較注意 你們阿婆進來 出掉 好阿婆 對 你心中的太生動了 還有台灣國語 OK 我要把你們出掉 出掉 好啦 就這樣子整個晚上 一下子後門 一下窗戶 一下前門 那個阿婆英文不散 那好在是鄰居啊 鄰居的阿伯回來了 那聽到這裡面 兩個小孩鬼叫鬼叫的 拿著手電筒到處探 說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那個阿婆咻了就不見了 那沒多久那個外公外婆也回來了 一場那個驚魂劑呢 才稍微告一段落 那個過兩天颱風過後 那個阿婆 那個阿嬤 阿嬤去報警 因為聽小孩子講的嘛 說那山裡面那個小廟 裡面住一個神經病 說我怎麼吃野貓 然後嚇小孩 結果一大堆警察 跑去廟裡面看 沒有啊 什麼也沒有 根本都沒有人住過的痕跡啊 最後解讀就是說 應該就是鬼魅 或者是我們講的那個 魔神啊那一類的 對 因為其實山裡面 有些事情是很神秘的 大家在山裡面真的要小心 好恐怖 這個是 這個照顧 這個獨自在家的小孩 照顧著... 出現了一個隱藏版的鬼婆 我今天要講 日本有一陣子 其實就是一直很流行 所謂的援助交際 那今天這個故事的女主角 小五呢 她就是仗著自己天生 就是那個條件很好 她很愛賺這個 那個圓交的錢 對 那她接到一個 很奇怪的案子是 她這個來面試的時候 就是那個男生 讓我來包養她在談的時候 是這個月呢 我給妳一個多少金額 然後這個金額是 她以往都沒有拿過的金額 很高一筆錢 然後要做的事情 她想說那不外乎 就是男生要我跟她約會啊 可能要我跟她同居啊 金額長交 沒有 這個買她的男生呢 就說 妳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照顧我 然後呢 妳就是陪她住在這棟房子裡 哪裡都不要去 就陪她一個月就好了 不然竟然住之後 她認識了這個 六歲的小男孩 她看這個小男孩 平常好乖喔 然後也不怎麼講話 也不淘氣 不調皮 不會在家裡跑來跑去 跳來跳去 也不會惹麻煩 她唯一每天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畫畫 然後有一天她就仔細了 這個小五 就仔細觀察這個 六歲小男孩畫的畫 很奇怪 她畫的畫有百分之八十 都是畫一個 年紀稍長的女人 然後呢 脖子很長 然後小五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妳要一直畫這個東西 而且每一張圖都會出現 她說 弟弟啊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弟弟就說 然後小五就說 什麼婆婆 她說就是婆婆 而且婆婆每天都會來 然後小五就想說 你一定是有病 難怪你爸要花錢 找我來照顧你 然後小五也沒有想太多 就想說算了 算了 住了前面一個多禮拜 快兩個禮拜 都相安無事 每天都是有人送東西來吃 他需要什麼生活 必需品就會有人買來 就很像是金絲雀一樣 在這個房子裡 只要照顧這個小男孩 什麼都不用做 過得很爽 一直到有一天 那天晚上 他幫這個小男孩洗澡的時候 他突然洗啊... 翻到小男孩背面的時候 他發現小男孩背面有很多抓痕 而且那種抓痕 不是說可以自己抓到那種抓痕 都是逆向操作 感覺就是有人 抓過那個小男孩的背 然後他說 你背上怎麼會受傷 你幹什麼 他說 他說 他說哪來的婆婆啊 就是每天晚上都會出現的 那個長脖子的婆婆啊 然後小五想說 小孩子亂講話 哪來的婆婆啊 他可能想說 小孩子會自己幻想一些 你知道玩伴什麼的 他就也沒有想太多 一直到當天晚上 睡覺的時候睡到一半 他被這個小男孩驚醒 因為小男孩從他自己的房間 跑出來 跑到這個小五的房間說 姐姐救命 婆婆又要來了 然後小五就想說 弟弟乖 你是不是做噩夢 他說不要怕 不要怕 姐姐陪你回去睡覺 他就把他帶回這個弟弟的房間 然後把弟弟哄說 你乖 不要想太多 放鬆 放輕鬆的睡 講著講著講著 弟弟就睡著了嘛 那睡著的時候 這個小五也有一點倦意 那你知道人在有一點倦意 就是稍微有點像半夢半醒 半夢半醒之間 他就這樣趴在弟弟的床上 他開始聽到有一種 緩緩移動的腳步聲 不快 慢慢的就是 從門口開始往裡面移動 他想說 這麼晚 該不會有小偷吧 怎麼辦 我現在該怎麼辦才好 還在緊張的時候 那個腳步聲 離他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一直到他的房門被打開了 他聽到接下來的聲音是 接近房間的會是長脖子婆婆嗎 超驚悚的故事馬上回來 他開始聽到有一種緩緩移動的腳步聲 不快 慢慢的就會 從門口開始往裡面移動 來了 他想說 這麼晚 該不會有小偷吧 怎麼辦 我現在該怎麼辦才好 還在緊張的時候 那個腳步聲離他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一直到他的房門被打開了 他聽到接下來的聲音是 指甲在抓草稀的聲音 抓草稀 日本不是都有那種塌塌的嗎 塌塌塌塌 塌塌塌塌 他就開始忍不住害怕 然後又有點好奇心 就開始半瞇著眼 他發現在這個滴滴的睡床旁邊 有一個東西很像人形 在地上蠕動 然後就是一直在伸手 這樣抓那個地板 當他正要仔細看的時候 那個東西好像發現 小五看到他了 所以他在一邊蠕動的時候 一邊就把頭這樣轉過去看小五 小五嚇壞了 跟這個婆婆四面相較的時候 婆婆用很快的速度 坐到了床頭 然後就坐在弟弟 跟那個小五的面前 那小五看著這個婆婆 然後在看著那個弟弟的時候 弟弟其實已經醒來 然後弟弟就是罵著小五 就是很害怕的樣子 我以為弟弟在笑 你終於也相信了 那他們都很害怕的時候 婆婆突然就看著他們這樣 尖叫 他說把房子還我 就對他們兩個大吼 他們就很害怕兩個抱在一起 小五就回嘴 小五說你叫屁啊 小孩子這麼小 你幹嘛嚇人家 喊完之後說了也怪 這個婆婆就不見了 天啊 就消失了 接下來的十幾天呢 婆婆都再也沒有出現過 是不是 一直到這個小孩的爸爸出現 一個月過了嘛 爸爸出現之後 小五就好心地提醒那個爸爸說 在什麼一個多禮拜前 發生了一個什麼事情 然後有一個什麼長坡子的婆婆 怎樣怎樣 就要提醒爸爸 爸爸居然很冷淡的把錢拿給他 就說沒事 你可以走了 不干你的事這樣 走了沒有幾天 他就看新聞看到說 這棟房子火燒燒掉了 然後裡面有兩個死者 就是這個爸爸跟兒女都燒死了 然後他就會好奇 那這個房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就去查之下 發現這個房子在很久以前 是一個老婆婆獨居在這裡 可能是久病厭世還是什麼 不知道原因 反正他就在房子裡上吊自殺了 當大家發現這個婆婆的時候 婆婆已經被吊得脖子很長 然後已經死亡很久了 然後大家就猜測想說 那可能就是婆婆的怨靈 留在那個房子裡面 然後只要有人住進來的人 婆婆都要讓他們死於非命 那是爸爸的搬家就好了吧 我只知道硬下去了 我跟你講 裡面還有內幕 對啊 對不對 一定不是那麼簡單 住飯店 遇到小姐敲門是厭遇 遇到老婆婆敲門可能就詭異了 對 這什麼意思 你怎麼會這麼幸運呢 當然不是我 老婆婆敲一門 對啊 沒有 這是我在大陸的台商朋友 告訴我的 那是發生在廣州 那這個是一個台商的朋友 那他朋友就從台灣到廣州 要去找他 那因為他是搭最後一班班機 到了也大概十一點多了 那有一些計程車在機場門口排班 那他就交了一台 就跟他講說 我要到某某飯店 那個司機就跟他揮揮手 不去 不在 計程車可以不在的 他就說太晚了 我要下班了 然後就把車開走了 後面的司機可能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不在 然後就開過來 就直接問他說 請問你是不是要去某某飯店 他說對啊 你怎麼知道 不在 不在 又走了 你問屁啊 對 就是因為他可能想說 不然為什麼老李也要開走呢 我老張也不在 那後來第三台車開過來了 然後這個 這個 我這個台商的朋友呢 就心想說 你是不是去某某飯店也不在 他說沒有 上車 我在 那個人叫小沈 小沈終於願意在了 那當然呢 這個台商的朋友叫小魯 小魯就心想說 奇怪 為什麼前面兩台都不在 你願意載我 他就說 這個小沈就講說 那個飯店聽說 我們有人喔 就是開車 我自己是沒遇過 因為我是那種 完全不鐵齒的人 我們有人很鐵齒 開車開到那個飯店呢 回程呢 然後這個 小魯說真的假的 機會是百分之百 對 機會是百分之百 只要十個去 十個回來都載到鬼啦 那小魯說 載到什麼樣的鬼啊 他就告訴他說 很奇怪 載到的這個鬼啊 年紀很老 頭髮斑白 個子很小 重點是呢 他穿著鞋啊 他的腳上一隻有鞋 一隻沒鞋 所以說 他們都俗稱他叫做 招小...招打... 他們叫打滴嘛 招打滴的鬼婆婆 這樣子 然後他說 招低婆 對 招低婆 你講對了 所以就說 這個就在他們 廣州的計程車圈呢 就很有名的這樣 那是小魯聽了說 那這樣跟那個飯店 有什麼關係 他說 跟飯店當然沒關係 但是每次去那個飯店 就會載到這個鬼婆婆 對啊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 當然人家不願意去嘛 那你今天遇到我 算你好運了 我現在... 我現在本來應該是要 要開慢一點的 我現在開很快 因為我也怕載到這個鬼婆婆 所以我告訴你 我載你呢 到這個離飯店 大概約莫走路十分鐘的路程 我就要折返了 要不然我肯定超過十二點 這接不接受 那小魯我就心裡想說 好吧 因為真的也很累了 了不起走十分鐘嘛 就遠遠的看到飯店 其實還是燈火通明 下了車之後呢 心不甘情不願地 丟了錢給司機 那時候到了時間點 也已經十一點五十分了 一邊走一邊也有點害怕 因為都沒有人耶 好奇怪喔 走... 等到她快要到飯店的時候 眼前景象 讓她不禁起了雞皮疙瘩 她看到有一個婆婆 坐在飯店的階梯上面 頭髮斑白 然後呢個子瘦小 大概不到一百五十公分 恐怖的是呢 她還駝背 腳上呢 她仔細看她的腳 完了 還好 兩雙都有穿拖鞋 那應該只是巧合 因為可能遇到一些 流浪汗之類街友 那這樣腳上有穿兩雙鞋 那我就放心了 那她住的是十樓 結果當然Check in之後呢 她就按電梯嘛 按電梯的時候呢 電梯門一打開 她嚇一跳 她從鏡子裡面看到 婆婆站在那後面 她回頭一看 婆婆不見了 這動作還挺快的 會不會是婆婆太矮了 一流浪泥看到 奇怪 還是我眼花 結果坐進去電梯 按了十樓 按了十樓的時候呢 她看到另外一隻手伸出來 按了八樓 按了九樓 然後手伸回來的時候 往這邊一看 婆婆怎麼會在電梯裡面 就是她剛剛看到那個駝背 頭髮斑白 然後個子很小的婆婆 婆婆看到她還笑一笑 牙齒剩兩三顆 你可以想像那個場景嗎 然後這時候 小魯開始全身寒意 奇怪 我不可能 不可能她動作可以這麼的快 我進電梯也沒看到人 怎麼會這樣 不管了 婆婆身上散發出一種沒有洗澡 然後再加上有些老人 會有一些 你知道一個味道 好了 那個性子等到八樓 她不是按八樓嗎 八樓開了 婆婆不出去 關起來 到了九樓 她還是不出去 她心想說奇怪了 你不出去 你按八樓九樓幹嘛 然後到了十樓的時候 門打開呢 婆婆就看那一眼 有沒有 叫她先走 那小魯就想說 我當然先走啦 我也不理讓妳 就走... 然後走的時候呢 她就看到婆婆出電梯 是往左邊走 她往右邊走 心想說 阿彌陀佛不是住我蛤蜊 她就印象深刻 她住的那間房是 1112房 然後1012住十樓 然後她就開門進去了 開門的時候她就先敲三聲 我們都要到外地去 就先敲門敲三聲 然後摳... 那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她心想說 我還聽說到飯店去 拖鞋 因為說浴室是所謂 就是極陰的陰的入口 所以就要把門關起來 然後把拖鞋一陣一反的放好 這樣好兄弟呢 他就沒辦法出來了 如果你的拖鞋是放得很好的 他就穿出來了 所以你要一陣一反的這樣放好 所以小魯就照做了 然後完了之後呢 想說很累了 也不想洗澡了 乾脆直接睡覺吧 躺在床才躺下去而已 摳... 有人敲門了 想說不會吧 十二點多誰來敲門啊 內講啊是不是 對 誰啊 沒人一門 誰 沒有人一門 他說奇怪了 大陸的服務生都這麼不禮貌嗎 不可能吧 就走出去開門 打開門一看沒看到人 沒看到人 門一開要關起來之後 他突然覺得一陣風吹進來 冷完了 一陣風在... 好冷喔 來了... 那時候他不是廁所的門是關的嗎 但是你知道 他的廁所的門 就在大門進來的右手邊 門一關起來 感覺一陣風進來 廁所門突然打開 蹦了一聲 地上的那個 小魯那時候看到這個景象 不會吧 是我... 是我太累了 還是被那個故事影響嗎 我剛剛絕對是沒有看到人的 趕快檢查一下冷氣什麼 是不是開很強 看到冷氣 十九度 看到風開最強 一定是瘋啦 自己嚇自己 把它調整好之後呢 拖鞋再把一陣一把擺回來 回床上去睡覺 躺在床上睡覺 他很累 一下子就睡著了 但睡覺過程當中呢 隱約喔 他覺得廁所的門被打開了 打開了 然後有那種在甩水 好像在甩水的聲音 然後呢 穿著拖鞋的聲音 然後就開始走... 到他的床邊的時候 停了下來 躺了下去 然後小魯想說 這明明是我自己住的房間啊 我的知覺應該不會有錯啊 雖然我累是累 想睡是想睡 但是我總不可能麻痺到這點 都不知道吧 然後當他想說是誰 要把眼睛睜開的時候 眼睛一睜開 天啊 那個阿婆躺在他的旁邊 你知道嗎 然後躺在他旁邊說 阿婆你怎麼會在我旁邊 你給我滾 我幫我報警喔 結果是阿婆看了他就說 就也沒有講話看了他就說 眼睛就瞪得很大 他說要報警嘛 阿婆頭也不回地衝向窗 我往下跳下去 然後那時候小魯就傻了 阿婆跳下去 從我的房間跳下去 那如果我被誤會是 謀殺他怎麼辦 趕快衝到房... 窗外去看外面 奇怪了 沒有 阿婆跳下去 不管外面的露台 飯店的一樓的柏油地 完全都沒有看到阿婆 這時候她覺得 開始害怕了 我肯定是撞鬼了 我肯定是遇到了 這個小沈司機告訴我的 打滴鬼婆婆 打滴婆 對 打滴婆 然後這時候她就開始害怕 行李趕快拿一拿 衝到一樓 就去跟這個服務生講說 我要退房 我不要住了 那服務生就覺得 服務生看來應該要覺得奇怪 但服務生反而跟她說 好的 我立刻拿您的東西給妳 那她也覺得奇怪 我再補一句 你們怎麼都 你們都不覺得奇怪嗎 我這樣子要退房了 然後我害怕成這個樣子 你們都不覺得奇怪嗎 然後那個大業班的櫃台就說 不會啊 其實每天這種事情都要上演的 然後她就說怎麼會這樣講 她說啊 這個我們的飯店呢 本來有一個阿婆 就是清潔的阿婆 還不是服務生 是清潔的阿婆 那這阿婆呢有一天啊 就是說在1012號房呢 她在清潔打掃的時候 要洗窗台 就失足 不小心 對 墜落那個意外 然後就摔死了 那自從她摔死之後呢 就常常有客人反應 有看到這個阿婆 有司機反應 載到這個阿婆 但很奇怪 我們飯店所有的人 從來都沒看過 工作人員反而沒看過 工作人員都沒看過 就只有你們客人或司機會看到 所以說 你這麼說好了 就你告訴我這個故事 我一點也不怕 因為我連看都沒看過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退房呢 我就好好讓你退房 但是我也必須要告訴你 我們這邊方圓20公里 沒有其他飯店 對不對 對 你現在出去了 你也沒有地方住 更恐怖 對 你也沒有地方住 阿婆在門口等你 對 勸你呢 要不就是害怕 你就坐在Lobby等到天亮 有車子你再走 那如果說不害怕呢 我就幫你換一間房 你覺得怎麼樣 那小魯聽聽說 那好 那好啊 換一間 對 換一間房 然後正當她頭低下去說 要換哪間房的時候 小魯就說隨便 只要不要是1012都好 然後小魯要拿起的時候 頭一台 天啊 阿婆就說 小魯兄弟 你要哪一間房啊 小魯這個時候 是整個閃爐衝出去 扒了腿就跑 然後呢 原來她去的 她去住的那個飯店 根本就是一個 已經荒廢的飯店 那個飯店是 完全是荒廢的 她進去的那個飯店 根本 晚上看到的景象 跟白天看到的是 完全沒有兩樣 沒有營業的 對 難怪她回想起來 她到那個飯店 雖然燈火通明 但是完全沒有看到客人 沒有人 完全沒有人 然後呢 後來她就跟她的 台商朋友講說 你怎麼會讓我去住 那個飯店 那台商朋友跟她講說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邀請你來啊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找你來啊 你知道嗎 那是誰打的電話 誰叫我來的 這就真的是個很奇怪的事 老婆婆 從台灣把她騙去 因為我們不散 好恐怖喔 然後這個小魯 她一定要查出個原因 對 她去 她就發現 她發現說原來她在去年 曾經也到廣州過一次 然後她在廣州那一次 來的時候呢 就曾經有 因為她後來 她慢慢去回想 怎麼一回事的時候 她就回想說 她依稀記得 她有在車站 跟一個阿婆買過 類似玉蘭花或是什麼花之類的 然後那個 當時她有告訴這個阿婆說過 就是說 因為她其實小魯是個 心地善良的人 她有告訴這個阿婆說 我一次給妳買多一點 妳可以不要這麼辛苦 這樣子 那這阿婆就很開心 就跟她講說 好小伙子 妳有一天要來 要再來廣州 我好好招待妳 妳知道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就是說 要做 我們現在要借買玉蘭花 對不對 沒有啦 要做善事可以 但是就是說 有時候不要隨便亂答應人家 她就答應阿婆說 沒問題...我一定來這樣子 所以... 那可套話啊 對啊 通常都要跟妳 但是... 都是認真的 對 但是那個阿婆 應該是之後死掉了 死掉之後呢 掛在心上 就是妳看她飄然過來 就到台灣來把妳摳來 這個恐怖喔 注意了 日本怪談 怪婆婆大集合 來 妳要講幾個怪婆婆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我現在要講的 也是日本的 叫做黑種 等一下 它那個袋子裡面 都是頭啊 對 袋子就是人頭 因為它最... 它就是最有名的就是 會把人開膛剖腹 也是吃骨頭 然後喝血 然後把他們的頭顱全部砍下來 然後存在... 對 存在房間裡面 因為它就是吃人鬼婆 它的名字叫黑種 但其實呢 它變成黑種 這個妖怪之前呢 它其實還有一段 蠻離奇的故事 它本來是... 它本來叫做... 它就是一個奶娘 日本官患人家 在那個大戶人家裡面 幫那個... 為那個千金喝奶 奶媽 對 奶媽 然後那時候呢 其實也就是一個普通的婦女 然後有一次... 它就是照顧那個千金小姐嘛 把它照顧到這個 拉拔到滿大的時候了 就沒想到這個千金小姐呢 突然染上了一種怪病 那你想當然 奶娘一手拉拔她長大 對她用情置身 看到她染上這個怪病 心裡非常不捨 那這個奶娘呢 就覺得說不行 我一定要找方法來救她 我養她養得這麼大 她就去找這個偏方 就發覺呢 染上這個怪病 有一種偏方可以治 你要想辦法去得到孕婦 懷孕期間 然後你把那個肝臟 拿來給這個千金吃 這個怪病就可以治好 她就下定決心 她要去做這件事情 來救千金 然後她就走... 走到了一個叫做 安達高原的山上 然後那邊呢 有一間用石頭 搭乘的這個洞穴 然後她就住在裡面 她就希望等到有一天 有孕婦 或者是有什麼 有懷孕的婦女 經過這邊 譬如說來取水 來砍柴 來做一些什麼事 她就是要把這個肝臟 拿回去給她家的千金 所以這個奶娘 她就開始住在這個 安達高原上面 這個洞穴 石窟裡面了 然後過了不久呢 的確有一對新婚夫妻 經過了這邊 看到這個洞穴裡面 一個婦女住在裡面 他們就問她說 我們可不可以借宿一宿 天色已晚了這樣 那這個奶娘看了一下 那這個新婚夫妻 這個太太剛好大肚子 太好 而且就是即將臨盆的樣子 轉身摸刀 對 這個奶娘想說 她的機會來了 她報恩的時候到了 然後她就說 好 你們趕快住進來 沒想到真的當天晚上 這個太太肚子就痛了 就破水 馬上要生產 這先生非常的慌 因為在山上這個石窟裡面 她就問這個奶娘說 該怎麼辦 這奶娘跟她講說 沒關係 妳現在出去 附近就有一個村落 村落裡面妳就找產婆來幫忙 那因為我也是女生 我懂一些我先幫妳撐著 我先來照顧她 先來幫她接引 妳去找產婆來 這個爸爸趕快就先衝出門去 找這個村莊裡面的產婆 那石窟裡面 是不是就剩下奶娘跟這個產婦了 這奶娘馬上就轉身磨刀了 然後接下來看到這個產婦 叫得痛不欲聲 一刀劈下去 就朝著她的這個胸膛到肚子 然後就要拿出她這個新鮮肝臟 這個奶娘正高興自己這麼快 就可以救到千金的命的時候 她一瞥 眼睛一看 黑種婆婆正高興的當下 又是什麼恐怖的事情發生了呢 她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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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衣裡面 竟然掛著一個護身符 這奶娘眼睛這樣一看 這個護身符 不就是以前自己 失散多年女兒的護身符嗎 她剖到了自己的女兒 然後可想而知 她整個晴天霹靂 瘋掉 對 拿著那個護身符就大叫 然後她因為太生氣 然後整個人打擊太大 從此以後她就化身成為妖 就是這個石窟裡面的女妖 那怨念太重 怨念太重 然後自己的親生女兒 死在她的手下 然後她就立志 也不是立志 她的怨念就想說 以後只要經過這邊的人 我全部都讓他們砍得 一個不剩 就是喝他們的血 砍他們的頭 所以其實 怪 反正她自己女兒都死了 那她想要救別的女兒 也救不成 那其他全部的人 都死一死算了 她的心理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地方 那個石窟就被當地人 因為太黑暗的一個地方了 那個石窟 就被當地人叫做是黑種 後來也就是這個癡人婆婆 就叫做黑種的這個地方 原來是這樣子 對 那因為有太多人經過 然後很多人都消失 其實當地人不會上去 可是有一次 有一個這個流浪旅行的苦生 日本人叫做山符 就是那個 就是她就是苦行生 生旅的意思 然後也是經過這個石窟 因為她外地來的 她不曉得這個傳言 所以她就進去借住一宿 那這個奶娘呢 也是讓她進來住 那這個奶娘呢 就特地的告訴她說 就是這個癡人婆 就跟她講說 我們家呢 我的房間 你千萬不要打開來 那其他呢 不管是吃東西啊什麼 你都自便沒有關係 那這麼一講呢 這個僧侶 這個和尚 她就更好奇了 她有一次呢 就趁這個癡人婆不在的時候呢 就去打開了房間 偷偷看一下 就一打開來 不得了了 裡面堆成成山的這個 然後死人骨頭 全部都堆在裡面 她嚇傻了 往這個洞窟外面衝 然後一直跑... 沒想到就碰到了這個 這個食人婆 這食人婆就跟她講說 叫妳不要看 妳還看 然後這個食人婆 就要朝她撲過來 那這個僧侶情急之下 就把她自己身上的 這個觀音扯下來 扯下來之後呢 這個觀音就萬丈光芒 萬見齊發 就把這個食人婆才刺死 所以就有這個 所以這個食人婆 在這個黑種這個地方 日本有一個安達高原 她目前現在這個洞窟還保留著 然後旁邊刺死她的這個觀音像 還有一個觀音廟 然後裡面呢 對 鎮守在那邊 然後這個觀音廟裡面 現在還是有住持 那如果你有去那邊的話 這個住持人還是會跟你介紹說 這邊的菜刀 鍋碗瓢盆 都還是這個食人婆 以前用過的 所以大家經過的時候 搞不好還可以看到一下 以前這個鬼故事的歷史 對 那還有很多其他鬼婆婆 也是其他是滿奇妙的 譬如說有那個賣腳婆婆 賣腳婆婆 賣腳 對 賣腳婆婆 好 這一腳拿著買 就譬如說有小學生 小孩子走在路上 如果你看到一個婆婆 背了一個大袋子 然後這個袋子感覺很重 然後無緣無故 跑到你身邊說 小朋友 需不需要腳 有腳可以跑很快 那那個小學生 如果你回答說 我不要 我才不要腳 你是誰啊這樣 那你就 哇 你一回神 你的右腳就已經被砍斷了 因為你說你不要腳 因為你說你不需要腳 然後那個婆婆就會在你身邊 我會抓到乳病耶 對 你不要腳喔 我叫乳病婆婆 對 我不要腳 不要腳 對 他就把你的腳收到他自己的袋子裡 他就離開 那你就想說 我說我不要腳對不對 他就會扛我的腳 那以後我遇到 我就說我要腳就好了 我要腳 對啊 沒語病了吧 對啊 就說我要 我要 就 一回聲 你就 對 你就三隻腳 太怪了 不要也不行 對 就很 不要也不行 就是怪婆婆 就看到怪婆婆趕快跑就對了 對 趕快跑 那其實最好的解決方法 如果你遇到就是賣腳婆婆 你要不要腳 他就 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 怎麼問人家 幹嘛 可以了 那其實這個 遇到這種婆婆 大家想知道解決之道 因為你怎麼回答都不對 對 那最好的解決方式 就是嫁禍給別人 婆婆問你說 雨柔 你要不要腳 然後雨柔就不要回答 你就說 他就 他就會撞上去 而且Eason在很遠地方 對 遇到這種婆婆 遇到這種婆婆 在解決方式就會嫁禍給別人 是 還有一種 還有一個婆婆來介紹一下 叫 什麼叫 這個 因為她沒有雙腳 不會走路 她就是用她的這個背 手背 撐在地上 很有力耶 對 然後在地上爬 問題是她速度之快 可比跑車 所以如果你遇上 咯吱咯吱婆婆的時候 因為她 跑的時候會 她用手跑 會發出這種 嗝嗝嗝的聲音 所以你跟她跑直線加速 你是絕對輸她 完全就會被她撲倒在 你有什麼樣的朋友 要這樣 咯吱咯吱婆婆 來 直接加速喔 夜深人靜如果你 夜深人靜如果你走路走到一半 突然旁邊咯吱咯吱的時候 你往旁邊一看 突然有一個人趴在地上 對 那你直線加速也沒有辦法 遇到這種婆婆的解決之道 為什麼 就是你跑到一個巷子裡面 馬上急轉彎 因為咯吱咯吱婆婆不會轉彎 她不會甩尾 對 她不會轉 她不會轉彎 OK 不過 我台灣其實有一個婆婆 也是很有名 就是賣蔣娟婆婆 賣蔣娟婆婆 是恐怖的嗎 對啊 以前我們學校就是 我們異校嘛 就有一個 但是我們中年班的嘛 因為我們是大班 中班 小班嘛 那是國優科的嘛 中班那個去上廁所 上一上 旁邊就有一個婆婆 你要不要買獎券 一回頭 沒有臉 真的假的 在廁所裡面 可是好像是 那個婆婆是在附近出車禍死掉 所以我們學校以前有一個 就是賣獎券婆婆 就是大家晚上上廁所的時候 很少有人趕一個人去 大家都一起 尤其那個 像那種戲劇 戲劇學 那種藝術學 戲劇學校 其實這種是很多 好了 七月份 在野外 沙野胡鬧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然後會被鬼婆婆卡上 而且沙野胡鬧這群人 也不是小孩子 他們就是一群那個 年輕人 沒有 就修車場 學手的 學手 年紀很大了 那個那天也不用工作嘛 所以他們就約 鄉下也沒什麼地方好玩 那時候又比較早期的年代 那就約在那個堤房 堤房上面 就是追逐 奇怪 小時候堤房 就覺得很好玩 對 這堤房上 什麼事都能幹這樣子 好精采的堤房 那堤房下面就是草叢 那當中那個小柯 跟這個阿達 兩個感情特別好 那就在小 在草叢裡面呢 就打滾來打滾去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上面做了一個 他們叫做厚道耶 厚道耶 厚道耶 那厚道人呢 就坐在堤房上 看著阿達跟小柯 在那邊打滾 心中有一種隱隱約約的 這個醋意是真的 但是又壓抑著 那心裡面在想說 這兩個真是的 加起來都超過五十歲的 然後還在玩這種遊戲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天色要黑了 然後呢 那個小柯就跟阿達 就跟小柯說 好啦 我不跟你玩啦 你每次都把人家壓在下面 好討厭喔 然後就上堤房了 然後差不多要走 我說奇怪 那大家要走了 那小柯幹嘛還在草叢裡面 是幹嘛 該不會是剛剛阿達講的話 他不開心 還是怎麼樣 然後大家就喊說 走啦走啦 你幹嘛還在下面 對啊 回去了 沒有聲響 這個時候厚道尾覺得很怪 那厚道尾為什麼只有他 會有特殊感應呢 因為厚道尾除了 在這個修車廠工作之外 平常也會在廟裡面幫忙 事實上他也是人家 所以他對於 靈異體質 對 他對某些事情 當然就會特別有感受這樣 靈感 他就跳下去 他知道不對了 跳下草叢裡面 然後撥開草叢 剛剛那個小柯跟阿達 還在那邊打滾 有說有笑喔 這個時候再看到小柯 已經躺在地上 然後整個眼睛翻白 小柯突然變了個人 是怎麼回事 稍後告訴你 這個時候再看到小柯 已經躺在地上 然後整個眼睛翻白 然後口吐白沫 那小柯想說 這個一定就是出事了 然後腰貨上面的人 下來救小柯 那一堆人 就把小柯駕上摩托車 送到醫院去 然後醫生就檢查 然後包含造型電圖 都沒有 查不出病因來 然後後來打了一支鎮定劑 稍微就緩和一點 然後大家想說 到底出什麼問題啊 那因為朋友越聚越多 整個那個病房裡面聚集了 修車廠 大概全部都來了 老闆都來了 大概裡面擠了快十個人 這樣子 然後大家圍著小柯 然後一直 找不出原因來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呢 小柯眼睛睜開了 醒了 不滿血吃 然後瞪著每一個人 然後大家想說 小柯你怎麼 你不要在他假鬼假怪 你是怎麼樣 那小柯突然說 你弄出去 然後就指著後大尾喔 你弄下來 然後後大尾想說 我敢沒拆一支 我會出去了 不行 他這指名叫他後大尾留下來 那其他人想說解脫了 你知道嗎 後大尾你怎麼說你的事 就走開了 剩下後大尾跟小柯 然後面對面坐著 然後那個小柯說 等一下 關掉 然後後大尾去把金燈關掉 什麼事 那後大尾沒辦法 因為他變成這樣 就去把電燈關掉 小柯跟後大尾微微道來 原來發生什麼事 其實那個時候小柯已經不是小柯了 小柯在草叢裡面 不是跟那個阿達在那邊打滾嗎 對 這個時候呢 有一對往生的婆孫 就是阿婆跟孫子 正好經過那個草叢 因為草叢去也是巨嬰 所以特別在七月的時候 所以問人家說這什麼七月金燈不要外出 就這個原因嘛 你也沒冒犯到他們有錯 可是呢 就是會遇到嘛 遇到的時候 那他們不是在晚在追逐嗎 這個時候呢 這個小柯呢 就去撞到這個阿婆 然後撞到阿婆 把阿婆撞倒了 然後連那個拐杖呢 都飛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所以阿婆當場一氣之下呢 就跟他的這個孫子呢 就上了這個小柯的身了 對 後大尾一出來 外面那些八卦的人 本來不是在門啊 後來就閃到那個 醫院大門口那邊去了嘛 後大尾跟他們說 要去車層一趟 車層 車層 屏東那個車層有沒有 那太遠了啦 都要去車層一趟 嚇壞 小柯為什麼還能醒過來 還好 是因為那個婆孫附他身的時候呢 正好經過一個土地公爺爺 那這個土地公呢 跟了這個 爺爺一起跟過來了 所以在後大尾跟他們 溝通的過程當中 土地公爺爺有獻身 說你們好了 你們兩個不要再鬧了 給我一個面子 我來作主 他給你負責 他在負責 我給你找回來 是整個協調之下 這個婆孫呢 才願意離開小柯的身 所以他帶領了大家說 來去車層 去謝恩 去謝謝這個車層的土地公爺爺 所以這個事情就很轟動 那車層的土地公爺爺呢 也相當的香火鼎盛 就是來自於這次的事件 對 這個今天講的所有故事 其實就是這樣 出門在外 大家各自小心 有的時候 可能不經意得罪什麼人 後果不堪設想 今天謝謝大家